在耶穌在聖殿與這班祭司們的辯論過程當中 祭司們都問過耶穌這個問題 現在彼得清楚告訴他們 各位聽 今天現在站在你們面前 這個能夠起來行走的揮腳的人 祂之所以能夠起來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命 就是你們將祂釘死在十字架過一位 因為神的獨生子 祂是從死裡復活 雖然現在祂不在地上 但是祂的能力 祂的明智 仍然大有功效 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行這個神跡 完全就是因為這個名字 就是第十節最後的一句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命》 在這裏大家要清楚 所以 比特之所以再把這個名字提出來 第一 就是要提醒這一班猶太宗教的領袖 所以你們所釘死的耶穌基督的耶穌基督 你們所釘死的耶穌基督 你們認為這個拿撒勒人 只不過是牧將之子 但是祂今天能夠賜給我能力 可以治好這個悲劇的人 亦是对所有参与会审的大祭司的亲族 旁听的人作一个宣传基督明治的方法 你猜这句话对哪一个人最有感受呢 就是那个弊脚的人 他今天之所以医好 他仍然是被审判的 因为这个弊脚的人在里面站在那里 所以让他再一次听到 你今天之所以被得医治 那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 使你医好的 使他重新去想到 他知得医治是神白白赐给他的恩怜 现在我们转到第十一节 比特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 你们对比一下有什么不同 诗篇118篇22节 诗篇118篇22节 这里是这样记的 象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是不是 这里有什么不同 多了两个字 多了哪两个字 多了你们两个字 象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但是他特意在前头加了你们两个字 是有目的的 就说你们今天来审我 因为我行了这样的善事来审我 那你们就是错了 你们这一帮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 你们自己以为自己是象人 什么是象人 象人就是什么象都可以 工象、铁象、木象 就是有财财的、有能力的、有手艺的、一些自以为是 这个就是象人指着这一帮宗教领袖 你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拿撒勒人 只不过是木象之子 又没有受过拉比的教育 又不是穿华服 这个大官面是一个很平凡的市长之徒 我们看以赛亚书对他的描述是什么 以赛亚书53章 应该大家很熟 这篇以赛亚书53章 就是形容耶稣受苦的仆人 八百六十五页 大家可以看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乱牙 仗根春于干地 他无什么街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任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很平凡的一个人 在人看来 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街形美容 不用人羡慕的 是一个这样的平凡 就是因为我们人用俗世的眼光 去看这个这么平凡的人 所以就当他是石头 将他抛弃 但是在神的眼里 他就是什么 防角石 防角的头块石头 什么是防角石啊 就是建筑开始的第一块基石 立好这个基石 其余的石头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石上面继续的兴起 如果没有第一块石头 第二块石头就不会放上去 所以这块头块石头就成为这个建筑物的最大的最稳固的根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看《比德前书》《比德前书》《二章》 第四节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损所宝贵的 人是当他是草 神当他是一架无用的死石头 但是神看他是满有生命能力的活石 所以这个活石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是建造灵工 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活石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工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石头 在创世以前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28章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以赛亚书》第28章 《以赛亚书》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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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石头是有功效的 是稳固的 是保贵的防掘石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神在创世以前 已经为我们放下这个活石 而这个活石就成为教会的根基 成为每一个信徒信仰的根基 所以這個石頭是試驗過的,是有功效的,是穩固的,是寶貴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人往往是用外貌去看人 所以只不過覺得祂是無佳形美容,但是在神看來,卻是何等寶貴 所以神將祂從死女復活升到天上,顯出祂的能力尊榮 我們再看第十二節 祂說,除他以外,必無拯救 因為天下人間,沒有刺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 就是,彼得在這裏宣講神的真道 叫這群參與審問祂的人知道 這一個被你們認為市井之徒的那撒勒人耶穌 這個名字是父神所賜下的,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名字 只要我們相信這個名字,我們就可以靠著他得救 我們看一下,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四節 這個是試圖為這個名字所作的見證 《約翰福音》就是嘉莉的那本書 《約翰福音》一章 《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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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神為我們預備的 是從神江世成為人住在我們中間 是我見過祂的 所以在這裏為我們作見證 这个不单只是门徒的见证 耶稣自己为自己译作这个见证